男人每天回家,妻子都在装饰,而且死法还不一样,他到底搞什么名呢? 嗨,大家好,我是沉迷电影大丹娜,今天讲一个妻子的故事 日川离过婚,爱情如果有保鲜妻的话,他认为是三年 所以和现任妻子结婚的时候,日川就和他约好 三年一到,我们要重新顺势婚姻,看是否能继续过下去 那天回到家,日川看到,妻子死了,口吐鲜血倒地不起 日川赶紧报警,此时,脚踝被抓住,他吓得寒毛都要竖起来了 诈尸,诈尸,诈尸了,却发现是妻子开的玩笑话 日川都要吓死了,妻子小静拍他屁股,如无其事地把他厨房准备晚饭 吃饭的时候,小静嘴角还沾着番茄酱 日川有点无奈,他这是要干什么呢? 但小静丝毫没有告诉他的意思,叽叽喳喳地取笑日川被吓尿的表情 接下来还有一连串的惊喜要送给日川 第二天一早,小静要求早安稳 日川休都休死了,又不是刚结婚 但没办法,小静抱得太使劲 日川扔垃圾的时候,隔壁邻居看到带雪的衣服 他上班的时候和同事田中说起妻子的恶作剧 田中也很迷惑,但大趣地说,中年夫妻肯定需要一点惊喜 好事好事,不要放在心上 但日川知道小静的脾气,他那天晚上下班 开门的时候都是替着一口气 果然,这次小静被鳄鱼咬死了 日川把他从鳄鱼嘴里拖出来 小静还是什么事都没有一样 蹦蹦跳跳地到厨房准备晚饭 这之后,小静继续装死 有时候卷入幕府斗争,有时候是牺牲的军人 更惨的是,不幸被建设中的路人 每次装扮的质量都特别高,怕邻居吓得魂飞魄散 日川解释起来都很费劲 他越来越迷惑,小静到底是啥意思呢 每天买装备也要花钱 是不是当家庭主妇太闲了 还是对三年婚期的约定有什么想说的话呢 搞不懂呀搞不懂 那天晚上回家,小静连灯光都设置好了 日川决定配合起来 他这么用心,那必须支持 可配合了一次,接下来每一次都得配合 被外星人摘取奇怪的无辜人类 吸血鬼,朱莉,小静都会准备好剧本 这种高质量的死亡现场让日川有点疲惫了 每天上了一天半回家还要演戏 确实吃不消 小静到底,到底,到底要干啥呢 田中看出日川的哭闹 就说组织一次扶起晚餐 让自己的妻子和小静谈谈些 说不定能问出点什么 但田中的妻子自己都有心事 相比下来,小静活不可爱,简谈多了 大家愉快地吃完了饭 并没有说装死的事情 在那之后,小静依然每天装死 法老,受害者 日川劝他,你要是太前 可以去洗衣店兼职 散散心,多和别人交流交流 这怎么样 小静觉得去兼职也不错呀 但他不是太前 那天在被窝里 小静对日川说,今晚月色真美 日川不明白 他只想着明天小静不考事情就好了 可就算小静去兼职了 他的变装秀还是没结束 幽灵,奥特曼 日川想得到想不到的 小静都要折腾一遍 终于,在小静变成猫女郎那天 日川不能忍了 你到底要干啥 和我直说就可以了 不要每天吓我好不好 但小静支支吾吾的 又说,今晚的夜色真美 日川无语 周末的时候 田中领着妻子到家里做客 田中这个人单刀直入 直接对小静说 男人工作很累 不喜欢回来浪费精力 你理解日川一下 可他话还没说完 身后的妻子爆发了 理解 你理解我了吗 我太累了 真的太累了 现场气氛非常尴尬 其实,田中和妻子结婚五年 一直都没能生小孩 妻子每周都要去医院调理身体 婆婆家的压力 让他喘不过气 现在田中说的这些话 他真的不能忍了 还是小静缓和了气氛 把鳄鱼送给田中妻子 接下来 小静还是坚持不懈地 整死 日川想和他认真谈谈 每次刚坐下来 小静就找话题岔开 最后只是说一句 今晚的月色真美 日川脑子里都有了离婚的想法 可他那儿还没怎么样呢 田中那边传来了坏消息 是田中无法生育 妻子如实重负 同意和田中离婚了 这种离别 在二人看来是最好的选择 但小静和日川都觉得遗憾 好好的一对夫妻 明明互相爱着 却要分别 此时小静接到电话 是老家打来的 爸爸生病住院了 平日里总是嘻嘻哈哈的小静 止不住地在病房外面哭泣 爸爸把日川叫进来 和他说 从小静就没了妈妈 他甚至想过 带着小静和妻子一起离开算了 但从某一天开始 小静开始和他玩捉迷藏 原来小静是用这种方式安慰爸爸 让他开心一点 日川听完若有所思 那小静每天装饰 是为了安慰我吗 那天回到老家 日川在小静的床上发现一本书 翻到夏末树时的那一页 他才发现 今晚月色真美 是我爱你的意思 原来每一次小静都在回应日川的爱 但日川从未察觉 他意识到 那个三年的婚姻考验 已经在小静的努力下顺利度过 生活也许疲惫 但只要两个人相依在一起 那才叫夫妻呀 之后的某一天 日川也想给小静一个惊喜 却没想到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咯